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场赛事呢 结果只能跑一个第二名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 伯奇能骑马的那个工价在哪里啊 在前面守在第二呢 就是如果说前顶的是这匹纯白 这匹马呢 赛前在咱们后面发现那个啊 绑鼻环那个带是有一点松的 等一下你看得出呢 他是因为这个小小问题可能就是控制不了这匹马 好 守在第二呢 就是伯奇能的 如果说现在来威胁他的就是内南的四路一战 跟外面的马连鹰 可以说呢 就是左右夹攻啊 内南就是四路一战 外面马连鹰 中间还看到一个纯白 是有一点点妨碍这个纯白的 等一下我们给你另外一个镜头看 但是这个有没有关这个伯奇能师啊 我觉得就要看裁判最后的判决是怎么样 但是你看 左右夹攻 结果这匹如果说还能在中间 只是实力不够四路一战而已 来转弯进入支撑阶段的时候呢 在前面的这匹灰马呢 就是纯白了 那在在他右侧外面的这一匹呢 是这个如果说更外面的位置呢 再看到了这个最后要赢马的这匹马连鹰啊 那个马连鹰最后也是插了一点点 给最里面的那一匹呢 这个四路一战抢到了 所以那三匹马呢 在最后这一段呢 这个斗的可以说是难分难解 再看一个直撑的镜头 那里面的那匹呢 黄色彩衣的就是这个四路一战了 他呢 和这个外面的这一匹 呃 看到的是如果说两匹马呢 其实都有往中间挤这样一下 可是呢 其实最后也不知道裁判会怎么去判决 不过我们现在看呢 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呢 薄奇能他能守得出阵脚 他没有压倒人家的 所以如果真的罚他 我觉得也是有时候很无奈的哈 因为他跟白布朗是送一个三文字给祖格拉而已嘛 在这个入闸之前我们也注意到了 其实当时呢 这个春拍是从后面破闸出来的 他的鼻那个带子很松 一拉就掉了 所以没有绑紧又跑了 因为他需要这个东西的 方向盘的作用嘛 对了 不懂了 总之就发现有这个小问题了 结果他也是要收慢才能完成赛事 那薄奇能呢 就是在这一天呢 他呢 也是算是收获最多的这个骑士 那后面的那些马匹呢 都兑现了 我们从这一匹马上面能看出来呢 就算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 他呢 真的是有大师傅的风范 所以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明年真的是有机会拿这个冠军骑士 如果他能够整年在本地撤起的话 那看完这一场呢 我们要看这个两岁幼马的这个系列赛啊 到了这一关的时候 游几匹马是刚刚赢过的马匹啊 那其中就包括了朱比特金 好 终于来一匹 年节年胜 而没有输过最关键的朱比特金 一起来看看 那这一场赛事呢 不是说什么特别高水平 但是呢 因为是两岁马的锦标赛 所以奖金蛮高的 九万块钱 那赢过的就是朱军宁好 然后呢 就是朱比特金 然后呢 有位置呢 就是凶神 赤隆鞠 安排马呢 也有这个凌驾狂飙 跟的是快先锋这些马匹 各个的那个特点 但是呢 演出最好的还是这一匹朱比特金 为什么呢 他的后劲够强 现在一号马在外面 藤井宽也说了 如果这匹马以后还是他特级的话呢 他就比较开心留在本地 因为他会带来他最少擅长头马 最少的今年 以他的后劲来说 当然很多赛前就认为 这匹朱军宁好也是后劲不错的嘛 坦白说了 没有比较你不知道 一比较的话呢 你的所谓后劲 在朱比特金严重呢 就是小差一跌 R根本比不上的 所以很快朱比特金就把它已经甩开 两个马位先到重点 第一匹年营的两岁马 当然也有这个累积的这个 算是奖金给他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啊 这个通常在沙地上 在这样的位置上面呢 从外面压上来呢 这个后上的威力更强 所以呢 他也是选择从外面走 他不要走里面 那这一场赛事呢 连过四匹马之后呢 这个正向大白 这个朱比特金的含金量 可以说是纯金的素质了 来看看 在前面 首先是在支持的就是这个亮者 上一亿呢 走势不加这一场赛事呢 他能领到这个程度呢 也算是进步了啊 不过呢最后 后上马截二连三的超过他 这个朱比特金呢 提速可以说是从上一场赛事 我们看到他这样子赢 延续继续来到这一场赛事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场又一场的 有好表现的 有一点感觉 从最不舍的两岁马版本 对对对 因为从最不舍就是三岁马嘛 他是两岁马的版本 希望他的进度保持 对炼马师高刚呢 在这个 呃 后面呢 他接受了一个采访 在谈到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这匹马的动向的时候呢 他也说如果去草地的话呢 会更好 应该呢 而且他说 我不敢说什么 嗯 他说一定会报名 对 啊 也应该是是 所以 你没有没有别的选择的人 我觉得就是有 那这匹马师这样的一个保证呢 我们对这匹马呢 也是充满了期待 我对他也是蛮有好感 因为他的身形不错 后进又够强了 然后看完这场赛事呢 礼拜天呢 还有一场赛事呢 是在这个 相当于第四级 这样的一千公尺赛程上面呢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马匹呢 就算是专家了 赛程专家 他的能力在这个级别呢 是永远都有能力赢 只是有时候可能状态 有时候可能对手 总之呢 你在第四级的短途杀必赛事 你不能不记住这个名字 蓝宝石 对 我们一起来看看蓝宝石 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子了啦 今年已经是试过两次 都是这样子 一出手 今年试过一次 去年试过一次 一出手就没对手 今年那一场赛事呢 更加是冷门胜份 来 这个 第四级的一千公尺的 沙地赛事 都是在最擅长的赛程 它不是前输很快的马匹 但是它沙地性能好 厚上能力强 所以只要这一场赛事呢 不出一些古古怪怪的步数呢 它能跟得上 整体的那个时数的话呢 最后直程呢 就是它的天下 现在就是看到 在外面转弯到直升的时候 它输不到两个马位 以它的后上能力呢 前面马匹一定较软 特别是前领的是幕后阻挠 有一点累的感觉了 守在第二三位的那些 都没有说是特别厉害的 中间上来的就是轻轻松松 不过这匹马加分之后 来到这个级别 当然 潜力就没有这个蓝宝石那么厉害了 最后就能压倒这匹轻轻松松 我们再看这个走位系统 从外面赶上来的就是蓝宝石了 蓝宝石这匹马呢 它之前赢的那一场呢 是可以说是选择了跟前 然后最后自己领 那这一场呢 它又给大家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后劲 可以说呢 这匹马的跑法呢 跟轻轻松松呢 可以说是一个模式 就是我既有前速 我也有后劲 我到了这个阵上以后呢 我根据阵上的这个形式 我可以游刃有余 我们看呢 蓝宝石现在就贴着轻轻松松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啊 这场的对手就是轻轻松松 毕竟啊 轻轻松松松是打败过这个 陈勇旺训练的 其实美的这个马匹 所以呢 作为练马师 他知道这一场赛事 能威胁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呢 最后盯也是盯这一匹 里面的两匹呢 他其实已经不放在眼中了 所以你看看 蓝宝石现在赢了八场赛事 除了新马赛应该有一场的啦 另外两场可能第五级 第七赛这样的 在第四级已经有五场 而赛成了全部杀地 一千到千了 所以是非常 可以堪称是专家了 这场再证明一下 级别跟这个杀地短图 任何时候都要留意 对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抹杀 这匹马的可能性 好 来看看裁判报告 那在星期天的状况比较多 在第三场四号的决胜 是右前提提铁脱落 而八号的大哥是左前提提铁脱落 第七场七号 一二三 刘比雪 第八场七号 沙皇天下 也是刘比雪 第十场九号 富贵精神 则是马鞍华仪 我们来总结一下星期天的赛事 第三场二号如果说 走势有机 下次可捧 第五场一号 朱比特金 连下两成 潜力无穷 第九场二号 蓝宝石 潜伏分子 随时发难 这一期的赛后点评赞 很快就结束了 那在结束之前 我们要再讲一下 就是看 有一些低班马匹 再出来的时候 还是要看看 它的具体的形式 对 因为真的是低班的水准 我记得你刚才统计了一下 统计就是 这个第五级的一号马匹 六匹 赢了四匹 那以后要不要跟风走 假如你一整天 或者是一整个周末 都是这样的赛事居多的话 总之跟风就对的了 整个叙事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的了 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赛后点评赞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